江西乡村的相亲大会上 一眼望去全都是男生 超过20人在一张没有照片 只有28岁女生违信的白纸前排队 等着拿到联系方式 另外在山东 也有一位乡村女生 被40几个男方家庭看中 结果大批想相亲的人 每天站在女生家门口苦手 河南则是发生 有女生拒绝相亲 介绍人恼羞 把人打到送医 大陆失婚男性比女性多出三千多万人 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但让官方更头痛的是 人口数不断减少 新出生人口已经连续六年下降 路透专访中国年轻夫妇 不想生的主因是经济负担 我不大会考虑第二胎 因为我觉得 首先我生了一个宝宝对我而言的话 我已经完成了 我上一代人赋予我的 一个非常历史的使命 日本经济新闻也针对中国人口数减少 提出分析评论 报导认为 中国就怕人口变少 导致军队出现人才慌 2022年才会将征兵年龄上线 从24岁上修到26岁 你最大的速度爬上 说到 日媒报导中同时提到 大陆近期积极推出爱国大片 宣传军人英勇的倾向 也是为了吸引年轻人从军 因为在独生子女居多的中国 大部分的父母还是都希望孩子接受良好教育 进入大企业 大陆不婚不生现象造成人口红利下降 出现61年来负成长 不只对经济造成冲击 国防上的负面效应也一一浮现 TVBS新闻洪富华林明珍 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